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2月17号星期六 咱们接着把第四次危机讲 估计也没什么 能接着到这儿了也不容易 然后第四次危机前面讲的第一段和第二段 然后这里边有一些问题 我觉得问题可能对老毛也是过于好 实际上他们也是过于讨厌老毛 然后反正我在里面尝试去找自己的一个观点和看法 然后也形成了跟他们观点的话其实都不太一样 所以在这两个 在第四次危机的第一第二 现在是第三之间 其实我加了几段 在我那个播放链表里面 我那个顺序的话是按照我 这个就是说我的这种讲的顺序排的 所以这两个在这个就是说 这第四次危机没有搁在一起 我把我之间加的这些知识 这些背景知识 我搁在了中间 我觉得是有用的 能够帮助我们了解 这道理到底怎么回事好不好 那么所以中间就断了几天 然后今天就是说 昨天把汤布林森的报告也讲完了 所以今天我们回来接着 把第四次危机 把它最后的后边的部分讲完 好吧 接着就说 他说谈到了中国在就 现在由于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所形成的经验和教训 其实主要还是吃了很多亏 从1969年到1989年 这20年的过程中 其实就中美关系调整之后 从中国得到一个和平发展的 一个机遇期 总之就是69年 跟苏联打了一场珍宝导战役 71年 美国总统的尼克松访华 从而开始了中美进入的算是蜜月期 一直到8964之前 这有的正好差不多20年的时间 那么当1971年尼克松访华的时候 美国人认为他们重新夺回了中国 其实是老毛 但美国人以为他们 因为1956年超战争之后 美国认为失去了中国 到了1969年珍宝导战争 到了1997年尼克松访华 中美之间的恢复外交关系 美国的主流思想家们都认为 美国重新夺回了中国 所以从1970到1980年的 这段时间就在一个蜜月期 这段时间 中国引入了西方资本 引入了西方的设备 西方的技术 来自主调整了北国的工业结构 当真正调整结构的时候 你就看到了 原来为了维持这个结构支付的成本 调整也需要支付成本 这个成本就是70年代 就是说这所谓第四次危机 爆发的原因 从西方引进设备 打算自己去调整结构 那个年代 还不允许西方的产业资本 直接在中国独立设厂 所以要上青坊工业 要上化学工业 要上家电工业等等 还都得 给中国自己来完全独立的 一个工业体系 中国只要引进技术和生产线 或者引进关键技术 关键设备 来改造原来的产业机构 原来的工厂结构 所以1970年代引进的 是完全独立自主的 所有引进的材料设备 都必须是自己 真的拿财政拿钱去支付 所以超过了财政能力的部分 就转化成了赤字 就欠钱了 这时候提出的方针 叫做引进消化吸收 把它引进进来 然后把它消化掉 然后把它吸收掉 引进不是目的 消化吸收才是目的 比1980年代以后 直接允许外资在中国设厂 全部的资本是外国的 技术是外国的 人家只是用你的土地 用你的劳动力 这个是有本质上的不同的 从1857年曾卓李开始认为 西方的技术强 西方的设备强 当时提出的叫做 施宜长寂以至宜 所谓西方人的技术能力强 学他们技术 学他们的设备 他们的理念 在中国早期的形成洋务运动 那么其实1970年 和洋务运动比较像 就是所谓施宜长寂以至宜的 这种策略思想 和后来在1970年提出 叫引进消化吸收的策略思想 本质上是没有实质性的差别的 就是实际上又一次洋务运动 100年之后 重新再搞了一次 洋务运动 1857年到1970年 真正100年之后 再一次洋务运动 重新又来一遍 所以19世纪末的洋务运动 也是引进西方设备 引进西方技术 请西方的管理人员 这个做法一直延续到1970年 还继续是引进西方设备和技术 请进西方的工程师和管理人员 来帮我们形成独立自主的工业 当时我们在思想理论体系上 是有局限的 外国直接设厂被认为是外资 影响到了我们独立自主的 发展工业化的战略 所以我们70年的时候 不允许外资的直接设厂 只是引进的外国设备 所以仍然是外国资本的投资 但是我们自己的财政去支付 但是没有潜在的市场需求 这是非常重要的 它后来到80年的时候 你要明显一点 就是说你去购买别人的设备的时候 你肯定你要考虑一个 穷项带想 就是说不能太贵了 对不对 便宜一点 然后买完了之后 你觉得国内还能消费得起的 对不对 比如说那时候奔驰车的设厂线 你敢引进 你卖给鬼 对不对 你肯定引进桑塔纳的 然后想卖给中国人 最后你发现 你觉得你引进奔驰的设厂线 中国人买不起 对不对 你引进桑塔纳的设厂线 中国人还是买不起 没有区别 是一样的 你懂吗 就是你自己花钱去引进 这些设厂线进来之后 它有个问题 就是说你实际上是没有市场需求的 你当时的情况下 1970年的时候 你文革还没有完全结束 对不对 你甭管做了什么 他其实上都买不起 他没有钱 没钱买不起 你知道吗 所以这有很大的问题 那80年之后 再引进的时候 就干脆了 就是说我只出劳动力 我只出土地了 都是你的 市场也是你的 资金也是你的 这产品做完了之后 你给我发工资 然后产品我不管 卖出来卖出来我不管 知道吗 所以那个时候怎么办 是要是出口 转内销 或者说就直接出口 出口 消化一部分 有一部分内销 可以买一点 但是不能主要 指着内销 主要是指着出口 你懂了吧 所以外资进来之后 他还会把最低端的 生产线拿来 就不会了 他要考虑一个卖的问题 你懂吗 像你那种特别烂的 那种酸辣辣的生产线 他就不紧进了 因为引进 拿出去他也卖不了 他卖给鬼去 对不对 还有黑白电视机 他引进吗 他不引进 他可能是用彩电了 对吧 因为他要考虑 虽然用的是你的 联合劳动力 用你的污染 是你的土地 用的是你的资源 对不对 但是做完之后 我要拿出去卖的话 他考虑要一个 经济效益的问题 所以到1980年的时候 我们认为 就是说引进外资了 我们吃亏了 你也不能说完全吃亏了 你实际上需要的 不仅仅是外资 还有什么 是外国的市场 对吧 因为早期的时候 你的人没钱很穷 你买不起 早晚你也买不起那些东西 你造了电子表 你那时候你买了去 对不对 那时候卡西欧 现在看卡西欧很便宜 那时候看卡西欧也挺贵的了 对不对 那时候买回卡西欧 你也不少钱 对吧 所以这个问题在这 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 他会想买一块卡西欧 后来买了一块假的 假的便宜 在我们学校门口 花20块钱 买了一块假的卡西欧 那时候真的卡西欧 要几百人民币 对不对 买一块20块钱人民币 买了一块假的 在我们学校门口 你说 也用了一两年 也没什么大问题 用了一两年 后来是没电了 没电了之后 没电了之后 我就说换换电池 接着用 换电池要我10块 也不是15 我说你疯了 如果我买了一块表 就20块钱 你10块钱 15块钱换个电池 我买回信的完了 我就不要了 所以说 这意思 所以它主要的什么 就是说引进外资的一部分 也是引进的 外国的市场需求 就是说你干脆 你待在接完之后 你往外卖多了 你在我这卖 我花钱 买了你的生产线 买了你的设备 接在之后 我卖给你 生产产品卖给你 你又不要 我消费到国内 我国内又消费不起 最后等于我这个钱 都白搭进去了 你懂吗 所以为什么说 它是一次外资 两次危机 就是说通过这一次外资 通过这一次外资 吸收两次教训 最早的时候 吸收的是苏联的 也是投了不少钱 进去之后 也产生不了效益 后来又要把它 又要否定 苏联的这套东西 又还用美国的 等于苏联的这套东西 就白拽了 四处两次代价 然后美国这次 也是70年的时候 搞不明白 买人家的设备 回来之后 最后弄来之后 自己又消化不了 卖给别人 别人不要 所以又吃了亏 在这 就没办法 因此 这次调整产业结构 有重要的经验 同时也有 惨重的教训 他说这个调整 是毛泽东和周恩来 在尼克通访化之前 就做了预案 叫做四三方案 什么叫四三 就是四十三 就是引进的 四十三亿美元的 这种外国设备和技术 主要是关键设备 来调整中国的 偏于军重的工业结构 那时候学的前苏联 都是这种军重工业 对民生的认处不大 所以老毛又议上 有问题 为什么跟苏联去吵架 去跟苏联打仗 就是想要改美国这一套 知道吗 搞这种的轻工业 所以当时一共引进的 二十六个 其中和生活相关的十八个 占全部四三方案 投资的百分之六十三 就三分之二 都是轻工业 跟民生相关的 这些就跟当年 从苏联引进设备 70%以上 都是军重工业 就不一样 那时候为了打仗 引进的都是什么 造坦克 都是跟打仗有关系的东西 所以1970年的 64%是民生 这就是中国产业结构调整 这个产业结构调整 是非常复杂的 引进的一些纺织设备 出了很多问题 连人家所要求的厂房的条件 当时都不了解 做不好 一直都弄不好 那么好 快就请人家专家来 最后发现什么 人家厂房 就这个纺织设备 人家对这厂房的 温度和湿度 是有要求的 你厂房必须要维持 在一个温度 和一个湿度的范围之内 这个东西支出出来才行 只要这温度湿度不对的 支出出来之后 那图案就有点变形 或对不上什么的 你知道吗 它有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你要维持 湿度和温度的话 你这个厂房当年就有要求 他们说台积电 为什么在中国建不成 说台积电 就建的时候 地基它有要求的 你的地基如果不对的话 它那机器移动起来之后 因为它就几纳米 你知道吗 你的地基如果不稳 或地基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平 你做出来之后 它就会有 量品率就不高 你懂吗 就从建这厂 从地基开始 它都有固定的要求才行 而那个时候 根本就不了解 所以引进回来之后 觉得买人家的设备 进来了就要开始造 翻周出来一看 颜色也不对 样子也不对 形状也不对 这怎么回事 因为温度湿度不行 你知道吗 所以这都是反正当年的 都花钱买了点点药水 所以1972年开始 仅三年 到了1974年 就因为连续追加引进 导致财政的收部抵制 赤字超过100亿 在1974年前后 财政的总规模 大约500亿 结果形成了100多亿的赤字 五分之一都是赤字 就意味着扩大代产能力 严重强价 城市失业开始增加 这时候就开始了第三次动员 城市青年的下乡 以缓解的就要压力 1968年下乡 应该说是规模最大的 而这一次 1974年这一次 其实政府的动员能力 已经越来越弱了 革命意识已经都弱化了 年轻人缺乏革命激情 让城市青年下乡 来缓解就要压力的动员工作 难度非常大 社会不满也在增加 说1968年的时候 是唱着革命歌曲下乡的 到了第三次 1974年代下乡的时候 火车战已经是一片哭声了 和1960年代的感觉 完全不一样 这个变化非常明显 社会部门在显重增加 说老毛也老了 也快不行了 对不对 引进西方设备之后 有一个制度转轨的要求 随着1970年代 产业结构调整 开始推进改革 在地缘政治关系上的 制度成本也很清楚 因为中国 就是说你跟美国好了 对不对 你引进美国的设备东西 对不对 那么中国向美国就承诺了 说不再输出革命 以前都输出革命 哪有革命都支持 对不对 那时候不再输出革命 意味着退出了世界革命 而对周边地区的 地缘政治影响力 严重弱化 世界上的反帝反制力量 也在衰竭 毛奥东提出的三个世界格局 也回退到了西方人 提出的南方北方 北方指的就是发达国家 南方指的就是欠发达国家 就分成两极了 事件 老毛奥等于算是 终于加入美国阵营去了 就抛弃了社会主义阵营 所以第二次利用外资 对中国的工业结构 有很大改善 但是代价 既包括经济危机 也包括一系列改革的调整 客观的看 邓小平就74年 被毛奥东请回中央政府 担任常务副总理 当时说的是很清楚 说毛奥东说 说邓小平在经济上 管理上是个能人 又把邓小平请回来 抓管理工作 这说表明 当时毛奥东这点领导人 并没有认识到 用预算来解决 引进国外关键设备 关键基础 来改造工业结构的问题 这不是是有问题的 当时就觉得 我们花了钱了 所以买回来了 是这些人的不行 治理不好 我们的邓小平台 可能就能搞好了 但是现实情况 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当时是有问题的 当时已经造成严重的赤字 在这种情况之下 除非是直接干什么 增加国债 或者开放外资 让外资进来 你需要的是资金 资金就两种 一种让外资进来 拿外资的钱来花来用 另外一种 你就不用外资 就自己 自己的话 你赤字 那怎么办 就是发国债 发国债 让老百姓买国债 把老百姓的钱回收 或者就是说 政府就直接发钱 就大水漫灌 直接放水得了 你知道吗 反正你要 政府来弄钱 或者你发了国债 发了国债之后 你让中央银行 去买你的国债 左手倒右手 反正先倒钱出来 倒了钱出来再说 对不对 你必须要拿钱出来 就是说 你要逆周期拿钱出来 可当时不懂 当时不明白这种东西 他说当时来讲 你要不你就增加国债 要不你就开放外资 否则很难 在完全的 没有有限的预算来 你没有钱了 就巧妇难为五米之锤 张小平来的也没信 所以如果不能把预算赤字 转化成国债的 这样的自主条件之下 因为当时 思想上有问题 就是说 对这种东西的不理解 60年代的时候 中国省吃减重了 从49年建国到十几年 终于刚刚宣布了 非常骄傲的宣布了 说现在中国终于 既无外债也无内债 外资内还都还清了 我们不欠任何人钱了 我们从49年签了一批股债 对不对 我们终于都还清了 特别高兴 把这种没有债的 当成一个好事当中 一个优势去宣传 在现实情况上 你不管是一个公司 还是一个国家 其实都应该发行 一定的国债 你知道吗 美国的国债 不光对国内发行 对国外也要发行 你懂吗 就是说你应该有一些债务的 当然美国现在债务比例太高 债务比例如果不高的话 在一个合理的健康的范围的话 这实际上是一个健康在运行的 公司也是 公司也会有一些债务 知道吗 公司也是 当然债务比例不能太高 知道吗 就是说咱们也太高 对不对 就是说你在一定的区间里边 这是一个健康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但是那个时候 根本就不了解 不知道应该是这么运作 当时认为的 就是说既无外债 又无内债 这是最好的 无债一身轻 对不对 是完全理解错误了 当时就是说思想 学识上的一种局限性 还有一点 就是60年代 刚是71年 美国也是71年 刚刚什么 就是说布林顿森林体解体 美元跟黄金脱钩 在71年之前 钱就真的是钱 因为钱就是黄金 你懂吗 你拿这个秘书换了美元 美人就能换黄金 你知道吗 它是实打实的 但71年之后不是了 但是你现在74年 你就让他能理解这个道理 理解不了 我们不也是最近才开始研究 这东西 不太理解这个道理的吗 你懂的意思吗 所以那个时候 完全不理解 不理解这个情况 所以就没办法搞 所以不打算靠债务来维持增长的话 谁都很难来缓解经济问题 虽然没办法 没钱 没有巧妇能为五米之吹 所以74年 邓小平请回来 邓小平只能在预算赤字 必须压住的情况之下 所以只能做空 只能就紧缩 就顺周期去紧缩 紧缩性的调整 而非扩张性的调节 那紧缩条件就意味着 政府直接干涉经济 向这个做空的方向走 一紧缩 在扩张期已经形成的利益集团 比如钢铁 煤炭 电力 轻仿 化工等等 不同的利益集团 都不愿意在紧缩过程中 被别人的挤掉 都希望能保住自己的利益增长 而实际上面临着严重的财政赤字压力 必须把赤字减下来 所以对邓小平来说 1974年 这次让邓小平恢复工作 他的个人经历上是一个二起二落 那就很快又不行 又给打下去了 你知道吗 那么如果从经济调控的角度来说 恰恰是在预算赤字严重的压力之下 被迫做空 也就是被迫紧缩 采取这种政策 得罪了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 大家都纷纷的告状 告邓小平 然后毛泽东就不得不把邓小平再拿下来 很多人在告 所以以批邓小平反击右倾 方案封的政治手段 让邓小平第二次不能再工作 今天人们所说的 派性解读 说哪个派能害的 也有一种道理 但是最大的一个缺陷 是没有把这种经济问题 纳入到邓小平第二次起落的解释上来 如果有这种话 其实经济问题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所以今天如果从经济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很多事情解释起来会容易的多 所以小结一下 这次1970年的危机 就是什么 它主要就是说在引进外资的时候 试图的维护主权 要实现的去衣服 不想去依赖的外资 依赖美国 依赖别人的这个东西 所以只能是引进设备和技术 要坚持引进消化吸收 坚持自己生生 这个缺点就是说 完全做错了 自己真的花真金斑 你买了这些设备东西 放出来之后 对内卖不出去 对内是买不起 对外的 对内的他想要 那是谁家不想开档斯大纳呢 对不对 但实在买不起 你懂吗 以前这个福特的时候 就是他办了 在工人掌公司 然后把汽车往下加价 就争取让每一个人 工人都能买起汽车 来增加他的这个 就是说销量 你懂吗 就让工人经济运转起来 但是那时候呢 没有人能理解这个事 所以那个时候 要不就不行怎么办 就是说呢 国家借外债 然后呢 强行给工人发工资 多发钱 然后让工人有了钱之后呢 让工人呢 去买这个 让工人造好放大 让经济运转起来 但当时不懂吧 这些道理都不懂 都不懂就没办法 就没办法 没办法怎么办呢 这个 温铁军就来了 又开始给老毛他们洗地 老温 老温 老温对毛泽东的这感情 是真实的 是真实的 但是呢 温铁军说啊 虽然造成了很多的这种困扰 但是呢 也有优点啊 说 困难就不提了 多说优点 说优点什么 说优点呢 是为后来中国形成了 完整的门内集团的 工业化体系 打下的基础 这也有优点 说有好处 说了 那一代领导人呢 对于今天中国达成的 完整工业化的世界奇迹 也贡献了呢 那个努力 说没有他们的努力 很难说今天中国 有如此完整的 工业化的体系 为什么这么说 他说你看啊 这样 这一般发展中国家 无论是拉美 还是其他的亚洲 非洲所有发展中国家 在60到70年代 都有过的引进的外资 形成本国工业基础 这样的过程 全部呢 转化成了外债 都变成欠别人钱了 转化成外债了 但中国呢 没有转化成外债 也没有转化成内债 他都 转化成外债的话 等于你欠别人多少美元 就是说 他有说 就我引进这些设备 但我现在没钱给你 我付不起钱 中国什么我就付了 付了之后 都转化成自己的 财政上赤字了 但那个时候呢 就是说对外呢 别人呢 就是说什么就这样 你先把设备给我 我先欠你 不要欠你多少余美元 你懂吗 等于欠的是外债 是赦的 因此呢 从1980年代开始 就成了发展中国家 高负债的一个历史过程 那这钱你其实还 你还不起还不上 你知道吗 发展中国家高负债 就意味着 如果你自己 没有独立自主的方针 都要完全开放的结果 就是一方面是外资 外国资本 跨国公司 直接就控制了 你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 等于今天之后 你今天社会都是人家的了 对不对 另外一方面 对外国的高负债 导致了发展中国家 不得不出让的主权 所以客观来说 真正能够形成独立自主的 完整的工业化体系的国家 少之又少 大多数国家 在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 没有条件 甚至没有提出过 如何才能维持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 国家主权控制的工业体系 所以在这个事情上 中国应该说是做到了 老毛他们那代人 就特别小心 特别小心 他就是从满清那年代过来 过来总觉得 外国人欺负我们 占了我们便宜 弄了我们不知道弄我们的 所以什么都不让外国人碰 你知道吗 他就是 对 你倒是说 反正到最后也是 他最后基本上 他都是把持住了 他各种地方都有壁垒 就外国人想伸手进来 你伸不进来 你干涉不了我的政治 你就别想 我的制度政治 你都碰不了 对不对 但客户上来说 也带来严重的经济危机 他也承认 就是坚持了用自己的钱 坚持自主的工业调整 代价 所有的成本都必须自己来付 这个代价 当然就是当年的几百万 最后的知行下乡 当毛欧东在世的时候 因为毛欧东有动员能力 因此政府能够直接让知识青年 就是城市不能就业青年 到农村去成下体劳动 至少能够维持得住 这些人的生存 来缓解经济危机时期 大规模的矛盾 不造成社会矛盾冲突 尽管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但是中国没有西方 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 造成了大量失业 失业人留在城里 直接转化为街头运动 所以应该注意 所谓东亚的四条龙四小虎的 发展模式也是够有千秋 由于长期不了解 不把国际地缘政治结构 纳入到四条龙四小虎 这个话题当中来 所以对四条龙四小虎 故事的描述 就是一个相对表面化的 比较浮浅的描述 似乎是只要四条龙四小虎 引进外资就能够发展 而没有看到四条龙四小虎 本身也是有差别的 在这我加一点点 我们以前 我在2023年的5月6号 去年的5月6号 第5932期陆期视频 说韩国政府 献给美国大兵的慰安妇 是日韩经济崛起的代价 你可以看看今天文章 这文章我记得 好像是纽约时报发的 然后我们拿来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也是日韩当年发展的时候 付出了这种惨痛代价 还有一个是在去年的9月21号 第6346期 我在里面提名叫 我说你绝想不到 韩国卖婴儿比中国还多 你就知道他们当年产业化的时候 也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通过这两期节目 如果你看过就算了 没看过可以再看一下 好吧 那好 他说四小龙四小虎 这些国家在后续的发展中 差别很大 有些至今仍然维持稳定的增长 仍然维持了完整的经济结构 仍然有全球化调整下的经济优势 而其中有一部分相对而言在衰败 或者说已经衰败了 为什么是这样 如果按照一般的理论解释 是解释不通的 比如像新加坡 新加坡是一个经济增长的长青处 当然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型的国家 新加坡只有300万人口 当年新加坡进入工业化的时候 只有100到200万人口 所以相对来讲 是一个城市型集中的一个地域 管理上方面很多 台湾和香港是对中国大陆 做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 而做投资的直接的经济主体 就他们就把他们这个东西 就转移到中国来了 你知道吗 所以现在中国大陆 已经形成了劳动密集型产业 也在不断的资本增益 排斥劳动的过程中 就是资本越来越多 就是劳动的越来越少 就在排斥这种劳动 这过程中也发生了新的调整 中国劳动性密集型的产业 也在大量移出 那移出最直接的地方 就是海岸线的比较长的越南 移出的这种都是种无根投资 无根投资就是寻找 最方便运输的投资地 最方便的就是越南 所以现在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 主要转移的转移地就是越南 接着整个东南亚 凡是有沿海的 就近运输条件的地区 都可以成为接受中国大陆 这种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地区 不论这些东南国亚到底什么制度 只要具备基本条件 就是资源没有被要素化 就可以 那么劳动利益资源 土地资源 环境资源等等这些资源 只要还没有被要素化 还没有的就是很值钱 这意味着会产生的制度租 而无根投资追求的 根本不是投资回报 追求主要就是制度租 你在制度上是符合我的要求的 因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本身 在竞争的工程中间 几乎没有任何的技术能坎 技术很低 只要能够大量的供应 连加劳动力 并且给劳动力的价格特别低 就有竞争优势 因此无根投资 只能找那些劳动力资源丰富 但是还没有直接转化成 工业生产力要素的这些地区 土地资源丰富 也没有直接转化成的 工业生产的要素 就是你的土地很丰富 但是都还没有建工厂 劳动力也很丰富 但是劳动力也无所事事 而土地资源还有一个条件 就是必须能够就近能够运输 因此找到主要特点 就是劳动力资源丰富 靠近海岸线的这些地区做投资 越南的条件也就是特别好 而且越南还有一点什么 就是越南它结束战争的时间特别晚 它有七英年代左右 它结束战争之后 这么一代 中国也有美国也有 美国也有二战之后 婴儿潮 都有一个婴儿潮的一个时代 刚战后 对不对 所以越南它因为结合人这么晚 所以它的婴儿潮这一代 劳动力资源丰富 比中国正好 它中国是四九年 它是七十年 比中国晚了二十年 你懂吧 所以中国现在已经没有了 特别好的联亚劳动力那一代了 但是越南正好有 比中国晚了二十年 所以就正好去越南了 另外越南的海岸现在又比较长 所以恰恰是无根投资 最适宜的地区 所以把四条龙四条虎的故事 重新理解一下 你就知道 中国大陆之所以能够形成 完整的工业化 是因为坚持独立自主 不是外商职业投资 而且是以中国自己的工业结构 调整方针为主 部分的引进的关键设备 引进关键技术 少部分的都直接生产线的引进 用这种方式坚持自己的工业化道路 当年是在资本体系 不发生根本改变的条件下 局部的个别的调整管理上的不适应性 所以改革并没有被整体上提出 就是说 就什么意思 就是说他的改革 就是说不改上层 跟满清墨延的洋物运动一样 只是就是说 但我下面一些制度必要改 我不改的话 你造不出来 东西来 但是我上面的上层建筑 我是不动的 你知道吗 他就是这样 所以改革并没有整体上提出 但是只是在一些基层的管理上 制度上 乃至于特别是劳动 用工制度上 逐渐的调整改革 所以总结七年的这种危机 就是如果靠外资来形成本国工业 一定就是外资来控制本国工业了 然后按外资的制度体系 来安排国家的制度体系 乃至于最后要符合外资的 就提供外资的国家政府的管理体制 你可能就被他控制了 你就跟他走了 如果要想维持住 自己本国的独立自主的权力体系和经济体系 那双方的适应过程中间 就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而不是谁简单的照搬谁 所以他就是说 危机讲的不多 主要都讲讲的就是说 反正当时还是这么坚持 坚持下来之后 也造成了危机 造成了几百万人 这个世界下乡 但是也留下一个好处 就到现在来讲 你的主权是完整是独立的 你说这有什么好处 好处就是你现在想到飞机 你是可以造的 日本想到飞机它造不了 你懂我意思吗 日本想要远远弹 美国也不同意 对不对 所以你那强远弹 美国也反对不了 你知道吗 反正这有它的好处 当然不好的地方 就是美国也不信任你 但是美国也不信任日本 但是有一点就是说 80年代末 90年代初的时候 当美国去逼日本牵光网结议 逼日本崩溃的时候 美国是有足够的力量去做的 当时来讲 就是说美国必胜 日本必败 因为日本完全的不独立 不自主 但是中国不一样 中国这一次 我觉得99%可能还是美国要赢 但是中国有1%的希望 日本是0%的希望 中国1%的希望 你说1%和0%之间就差了1% 但是那是0和1的区别 你懂我意思吗 它是本质的区别 就是中国其实有那么一点点的赢的可能性 日本是一点都没有 这就是区别了 好吧 那第四次练进就算是讲完了 好吧 那感谢大家观看 点赞 点赞